本期节目啊 咱们来讲讲北京西站干尸案 1999年10月7号晚上 在北恒大厦里边啊 有一位郭小姐忽然神秘失踪了 郭小姐呢 在这个大厦里边开了一家公司 家属啊 立刻向西站分局民警报案 北京西客站分局刑警队 接到报案之后 询问了失踪人的亲友 以及部分目击郭小姐 当晚活动情况的证人 但是呢 一直没有能够找到下落 就成为了悬案 当时啊 北恒大厦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回忆说 说神秘失踪的郭小姐 个子很高 短头发 平时打扮呢 也很时髦 这位郭小姐呢 叫郭小月 当时只有19岁 她是在北京西站地下车库 停好车之后 向位于西站对面的北恒大厦 当时呢 叫联发大厦啊 就走了过去 郭小月的工作单位呢 就位于联发大厦里边 就在这段不到60米的路程之中 郭小月失踪了 当时停车场的保安呢 还看到过她离开的背影 但是此后再也没有人看到过她的踪影 一名姓顾的员工说 当时怀疑她被绑架了 但是最后没有找到 从这以后七年的时间 警方呢 都没有能够判 这件案子呢 也就成了悬案了 直到2006年 有一天上午 九点多的时候 仓库管理员王师傅呢 拿着手电 准备去地下二层密封已久的仓库里边打扫一下 手电这么一晃 这什么东西 这光线呢 就照在了一具风干的尸体上面 皮包着骨头 看那样子 应该是死了很久了 王师傅回忆说 说就像恐怖片里的干尸那样 太吓人了 尸体面部的皮贴在骨头上 身上的衣服 全是被腐蚀之后的窟窿 由尸体上残留的白色胸衣来看 可以断定是一具女尸 女尸身上啊 有一条外帆的狭长伤口 伤口周围有黑褐色的血块 地上呢 一大堆干涸的血迹 下午三点多 尸体被急救车拉走了 警方说呀 要对尸体做法医鉴定 那么七年之后 在北恒大厦地下停车场 发现的这具女尸 是不是郭小月呢 民警啊 在这具尸体的旁边 还发现了一个牛皮纸袋子 纸袋子里边 除了一些美容产品之外呢 还有一张 1999年10月6号的北京晚报 就是这个日期 让当时跟随民警拍摄 法治节目的北京电视台记者 敏感地想到了 他们之前曾经报道过的 一个女孩失踪的案件 民警拿着尸体上的物品 找郭小月的家人进行了辨认 家人一看说没错 这就是小月的东西 而随后的DNA鉴定呢 也证实了郭小月家人的判断 经过鉴定 尸体的确是失踪的郭小月 被他人用钝器 多次打击头部面部 导致颅脑以及脑损伤死亡 因为尸体啊 已经腐败风干了 也不排除合并 其他手段致死的可能性 由于抛尸现场的位置 非常的隐蔽 根据种种的细节 民警对案件的性质呢 就有了一个初步判断 认为是生人熟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嫌疑人跟被害人并不认识 是生人 同时 嫌疑人对抛尸现场的周围环境 非常熟悉 同时民警还了解到 1999年10月份 北恒大厦的建筑施工 还没有完全结束 地下二层呢 是封闭的状态 只有一些施工人员 住在那里 民警觉得 这些人里很有可能 会有案件的凶手 由于已经过去七年了 现场绝大部分的证据啊 已经彻底灭尸了 当年在北恒大厦工作过 参与过施工的人员 早已经散落到世界各地 民警呢 通过艰苦的排查 最终还是筛选出了一批嫌疑人 这些人呢 要么是对现场熟悉 要么是在现场施工过 民警在走访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 当年在工地值班的老人 老人的一句话 让民警顿时眼前一亮 10月6号那天 他们肯定是没干好事 在民警的追问之下 老人回忆起 当年自己曾经亲眼看到 住在北恒大厦地下 二层的几个施工人员 在看完黄色录像带之后 就出去了 当天很晚才回来 神色显得异常的慌张 虽然老人说的这个时间 跟郭小月失踪的时间 差了一天 但是已经过了七年了呀 记忆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呀 民警决定顺着这条线索 仔细地追查 在追查到老人提到的 一名工人的时候 这名工人见到民警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那件事和我没关系 由于警方之前的调查 都是秘密进行的 并没有透露询问的目的 所以这名工人的话呢 让人很是怀疑 在民警的调查追问之下 这名姓杨的男子 交代了自己于1999年10月 在北京西战 参与杀人的犯罪事实 根据杨某的供述 民警呢 随后又抓获了本案的 另外两名嫌疑人 赵某和王某 赵某和王某啊 对于自己在99年10月份的 所作所为 同样是供认不讳 经过审讯 原来赵德强 伙同被告人王福明 杨光华 于1999年10月7号晚上10点左右 在西客栈西佩楼 北恒大厦北侧便道那儿 挟持经过此处的郭小月 到了大厦地下二层的一个房间 三个人采用暴力手段 轮流对郭小月实施了性侵犯 为防止罪行败露 三个人经过商议 先后分别拿铁管猛击郭小月的头部 导致郭小月颅脑损伤死亡 并且抛尸在封击室内 封击嘛天天呼呼的 所以自然而然的 郭小月的尸体也就被风干了 公诉机关呢 认为三个人的行为啊 军英以故意杀人罪 追究刑事责任 2007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对三名嫌疑人提起诉讼 同年 嫌疑人王某 也就是王福明 因为脑梗塞死亡 法院终止了对他的审理 2008年的时候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件做出判决 认定嫌疑人 杨光华 赵德强 无罪 怎么会认定他们无罪呢 他们不是已经供认不讳了吗 这是因为能够证明 杨光华 赵德强 杀害郭小月的 只有他们本人的供词 证据不足 随后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向北京市高院 提起了抗诉 2009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在二审之后 维持了原判 那么咱们来说说啊 为什么已经对自己所犯罪行 供认不讳的一犯 最后仍然被判处无罪 原来三位被告人呢 被捕初期 一审二审 都曾经翻供过啊 不承认自己犯罪 一审开庭的时候 被告人 王复明呢 已经病死了 被告人 赵德强呢 说我没抢奸 我没杀人 我过去都 我都乱说的 杨光华在二审庭审中 也推翻了有罪供述 否认实施了 检察机关指控的 强奸杀害郭小月的行为 还有 在审查过程之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 这个疑问呢 一直存在于 侦查人员的脑海之中 那就是 三名疑犯 对于挟持被害人 到北恒大厦地下二层的经过 强奸被害人的顺序 杀害被害人的凶器 打击地点 顺序和部位等重要内容 都存在矛盾 侦查人员呢 分别带三名疑犯 到作案现场 王复明两次指认的地点 都不一致 杨光华呢 没有指认出藏尸地点 赵德强 王复明 对藏尸地点的指认 也不一致 并且与尸体发现地点不符 侦查人员 对王复明两次指认的 不同强奸杀人地点 对赵德强指认的强奸杀人现场 进行勘查 都没有发现 有相关的痕迹和物证 此外 这三名疑犯的精神状态 都不太正常 王复明呢 答非所问 辞不达义 被怀疑有精神异常 赵德强呢 在询问期间 精神非常亢奋 经常停下来偷笑 杨光华 在积压期间 神情呆滞 表述不清 经过诊断 为边缘治理 也就治理比较低下 可能有的听友会说了 既然是强奸的话 那么在被害人的尸体上 应该能够发现 三名疑犯的DNA吧 侦查机关呢 还根据三名被告人 对强奸过程的供述 对尸体穿的内裤 进行了检验 但是没有能够剪出精斑 以及相关的痕迹 杨光华呀 曾经说过 说我拿刀 扎了被害人左胸部 杀死了被害人 说王福明 扎了被害人一刀 出血了 王福明呢 也多次说 用刀刺激被害人的胸腹部 但是 尸检鉴定显示 在尸体相应部位 没有见到破损 没有见到肋骨硬划痕 穿的内外衣物相应的部位 也没见到刺破口 两名被告人 反复供述的 用刀扎被害人的情节 与客观证据 证明的事实 明显不符 北恒大厦的物业工作人员说 通往地下二层啊 有南北两个出入口 1999年的时候 这两个出入口呢 都被工程部 用锁锁上了 三名疑犯都没有 开锁的钥匙 他们是如何挟持被害人 进入大厦 地下二层的呢 虽然被害人 的确被人杀害了 但是三名疑犯的供述 有太多的矛盾和疑点 最终只能依法宣告 三名疑犯 无罪释放 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案子 其中呢 也涉及到不少冤案 哎就当时铁证如山了 抓进去了 后来发现 人家不是凶手 其实在不冤枉一个好人 和不放过一个坏人之间 现实不可能如此的 一举两得 其实它是有矛盾的啊 如果不放过一个坏人 那么在命案逼迫的压力之下 有些办案人员就难免刑讯逼供 制造出来冤假错案 不仅让坏人逃脱法网 而且让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 反之呢 如果要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 那么在一罪从无的原则之下 就难免有一些命案是破不了的 会让一些坏人逃出法网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客观规律和实施 1993年6月7号晚上的时候 西安长安城堡大酒店住进来一个日本旅行团 1993年的时候说实话啊 咱们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说出国去玩的是少之又少 那时候普通职工的工资也就是一二百块钱 二三百块钱啊就不错了 你说出国玩一趟一人花个万八千的 别闹了啊 谁那么不过日子去 但是那时候呢 日本的经济水平啊是比我们高很多的 对于他们来说 日本的老百姓到各个国家玩玩去 哎 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那么这个团叫什么呢 叫全日空世界诸事会社观光旅游团 一共啊 是十个团员 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呢 这就算是小团 是吧 私家团 其中有四个七十多岁的老年人 这四个人呢 关系非同一般 他们是亲兄妹 或者准确点来说是亲姐弟 大姐呢 叫阿布富美 在六七年前就到中国旅游过一次了 那么老二呢 叫珊珊楚一郎 是一老先生 老三呢 叫珊珊丽 啊 老四 叫奥泽多梅子 这算是他们的小妹妹 从这名字上 我们就能看出来 这一家人呢 是姓珊珊 珊珊家呢 是个非常传统的家庭 这四姐弟里边 除了大姐 阿布都梅 出嫁到了港县 清水市之外 其他三个人呢 都生活在 齐山县 与生市 我估计有的听友啊 听到这会纳闷 怎么是 齐山县 与生市呢 不应该是 与生市 齐山县吗 给大伙普及一下啊 日本的行政区化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 已经知道了啊 没事跟着一块听听吧 日本行政区化 跟咱们国家呢 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是分省市 还有这个县 对吧 省市区 省市县 三级 他们的是两级 一级行政区呢 是都道府县 二级行政区呢 是市庭村 还有特别区 都道府县是什么呢 其实整个日本只有一都 就是东京都 还有一道啊 是北海道 府呢 是两个 一个是大阪府 一个是京东府 剩下是四十三个县 就这都道府县下面 下设市庭村 这算是二级行政区 所以呢 他们的县 是比市要大的 市是归属于县的 关于这个内容呢 我们不过多的讲述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个儿 通过各种资料啊 去查阅一下 再说回这四兄妹 这四兄妹啊 都不是什么有钱人 阿布富美和奥泽多美子 这都是家庭妇女啊 在家里边就是相夫教子的 姗姗楚一郎呢 他呢 也就是这个大哥啊 他是干嘛呢 开了一作风 做这个衬衫加工 这种小作风啊 一般年轻人呢 都不愿意干 也辛苦 也挣不着什么钱 就有点像过去啊 我们大街小巷里边 有好多给人什么 弄个裤脚啊 给人做个衣服啊 那种裁缝铺似的 姗姗楚一郎 有一套不到一百平米的房子 其他的也没什么积蓄 这次到中国的旅游费用啊 都是弟弟姗姗丽 还有阿布富美的女儿女婿 替他出的 也就自己都没钱掏 是自己弟弟 还有自己的这个侄女 是侄女婿给他掏的 姗姗丽呢 原先的跟人合开了一个公司 后来退休了 退休之后啊 又被反聘回去 每个月呢 有点工资啊 除了之前的工资之外 再有一份工资 这算是双薪吧 经济条件不算大富大贵 但是生活的也是衣食无忧 还算不错 别看经济条件不错 但是在生活上呀 也挺惨的 无儿无女 老伴呢 在前几年也死了 家里就他一个老头 所以说呀 他这出来玩 这等于是全家都带上了 就一个人 姗姗丽呢 特别喜欢中国 对中国历史啊 特别的感兴趣 在日本的时候 还经常给日本的NHK国际广播电台 提供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文章 很有这种中国情节 为什么这回兄妹四人 是到中国旅游呢 就是姗姗丽的提议 中国太好了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 哪都赶不上中国 咱们去中国玩去吧 这么着才来的 这兄妹四人呢 从小到大 感情一直特别好 现在我们想想 家里边有这个兄弟姊妹的 说能没事一块约着出去玩去 能一块出去游历世界的 恐怕都不多吧 但是人这兄妹四人 别看这么大岁数了 经常在一块聚会 经常一块 传承团就出去玩去了 过去呢 各自有各自的家庭负担 忙忙碌碌的 你忙着上班 我忙着带孩子 过去是只有家里有事啊 或者过年过节啊 才能聚在一块 现在呢 儿女们都成家了 四个老人的身体也挺硬朗 再加上 也没什么大事小情的了 那就一块玩吧 并且到中国玩 也算是圆了 珊珊丽的梦想 跟这四个老人一起出来的 还有阿不富美的 大女儿 井上玉子 大女婿 井上新野 别看一说是 女儿女婿 显得跟年轻人似的 岁数也不小了 也都五六十岁了 除了珊珊家族之外 整个旅行团 就还只有四个年轻人 是两男两女 其中呢 还包括一个领队 说白了 这就很像是 现在特别流行的 这种家庭私家团 一般老外 头一回到中国呀 也是逛逛中国有名的 有历史文化的 几个大城市 六月五号的时候 他们到了北京 在北京逛了逛 哪是故宫啊 哪是王府井啊 六月六号 就到了成都 在成都吃完了美食 逛完了景点 六月七号 就到了西安 你看 这外国旅行团 跟咱们出去玩的旅行团一样 一天天的呀 就剩赶路了 每天的行程 都在一两千公里以上啊 奥泽多美子呢 和七十五岁的姐姐 阿布富美 他俩呀 到了西安之后呢 是住在一个房间 住在城堡酒店的 六三五号房间 这折腾了一大天 到了酒店之后 都累得不行了 这妹妹 奥泽多美子 就在房间里边休息 别看 姐姐阿布富美岁数大 但是显得更精神 他倒没有多累 再加上 也好奇啊 就想下楼 在酒店里边的商品部 再转转 这么着呢 他就拨通了 六三八号房间的电话 六三八房间呢 就是这个大哥跟二哥的房间 果然 姗姗楚一郎一听 行啊 我陪你去吧 这么着阿布富美 就跟奥泽多美子 说了一声 我要跟你大哥二哥 我们下去去逛逛去 你歇着吧 睡到半夜 奥泽多美子醒过来了 一看 哎 大姐呢 怎么还没回来呢 肯定是逛完了 是不是 在大哥二哥房间里边 聊天聊得起劲呢 不管他们了 接着睡吧 反正有大哥二哥呢 肯定没事 转眼睡到了大天亮 六月八号早上 奥泽多美子就起来了 还没见着大姐 肯定是昨儿聊晚了 在大哥二哥房间 一块挤着睡的 我去吃早饭去吧 下去吃早饭了 一边吃着 一边等着大哥二哥跟大姐 可左等右等 就是等不来 这时候领队啊 就找他了 说这个 奥泽多美子女士 咱们呢 马上就要去参观兵马俑了 你叫他们一下吧 再不起来 这可就晚了 这咱们可不能一直等着呀 其实啊 这个领队跟他说的时候 就已经上午九点多了 从西安市区 到这个兵马俑有一段距离呢 我记得当时反正我开车又走高速 得有将近一钟头吧 你九点多走 你到那也十点多了 你再不起来真是不行 这奥泽多美子 等来等去等不着 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得了 我甭等了 打这个 六三八房间电话吧 没人接 这么着 就通过翻译 叫上了保安和服务员 用钥匙 就打开了 六三八房间 这门一大开呀 哎呀 这一下子 把奥泽多美子就给吓住了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呀 房间里边 被翻了个乱七八糟 哪东西扔得满地都是 二哥珊珊丽 就趴在床上 已经死了 阿布富美和大哥珊珊楚一郎 在卫生间的浴缸里 也被人杀死了 这兄妹三人 莫名其妙的 就死在了酒店房间 这四兄妹的感情 非常的深啊 奥泽多美子 当场就昏死过去了 九天之后 也就是六月十七号 奥泽多美子回到了日本 他心里这个结啊 一直过不去 一直是处于一个 极度悲伤的状态 最终因为心脏病 发作去世 日本媒体呢 也发布了相关的新闻消息 等于兄妹四人 因为这一场中国之行 最后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西安 西安长安城堡大酒店 三名日本游客被杀的案件 被公安部列为了当年全国第一大案 案发当天呢 日本驻华大使馆 马上就派了一个人赶到了西安 很多的中外记者 就把这个酒店围得是水泄不通 都赶过来采访 因为很多涉外案件 尤其是涉外的命案 往往会笼罩上不一样的色彩 这起凶杀案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各地 各个国家的媒体啊 都争相的在头版头条 报道这起事件 从中央领导到地方领导 是层层批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 迅速的破案 为此呢 西安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就成立了专案组 专案组的成员将近一百人 包括市局刑侦处 包括贝林分局啊 共同组成了这个专案组 除此之外 公安部的领导 公安部的专家 还有公安部的民警们 也都到了西安 跟这个西安的警方啊 长期的是同吃同住 专案组的民警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啊 这个案子 要是不快速的侦破 对西安市的旅游形象 乃至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啊 在国际上的形象 都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刑事技术人员呢 马上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验 三名死者呀 都是被单日锐气 割破喉咙而死的 并且双眼的眼尖都被划伤了 三个人身上呢 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 也就是一击致命 更匪夷所思的是什么呢 六三八房间的那个房门 完好无损 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说实话 要真是有破坏痕迹 把这门撞开的 把这门撬开的 他一旦有了动静 那么酒店的服务人员一定会有所察觉的 那也就是说 歹徒不是破门而入 而是自然而然的进去的 再根据现场那种乱七八糟的景象 就判断这是典型的抢劫杀人案 那有没有可能 凶手啊 是在那正常的按门铃叫门 这兄妹仨人呢 也听不懂说了什么 也不知道是谁 也许认为是不是服务人员呢 就开了门了 没想到这一开门 就让兄妹三人的性命交代在这了 通过这个刑事技术人员的勘察 发现凶手啊 是有备而来 别看到处都是血迹 可是呢 一枚指纹都找不到 明显是戴着手套作案的 还有一点奇怪的是什么啊 床上有个旅行包 旅行包的拉链呢 没上锁 也就是说你只要把旅行包拉开 你就能把里面东西拿走了 但是犯罪嫌疑人 没有拉开拉链来取里面的东西 而是费劲巴拉的 用刀子 在这个旅行包的一侧 划了了一个大口子 取走了里面的钱物 除此之外呢 门不是开开了吗 你不进去了吗 照理说 你做完案之后 你可以大摇大摆的 再从大门口出来 但是他们没有从门出来 是翻窗走的 这一系列奇怪的举动 也让办案民警啊 是头疼不已 他们这是怎么了 怎么琢磨的呀 啊 歹徒到底是谁 他们肯定是提前就已经在酒店里面了 是在这入住的旅客 还是酒店的工作人员呢 现在啊 还不得而知 不过呢 要对酒店进行走访摸牌 希望能找到重要的线索 而就在这时候 酒店的大堂保安就提供了一条线索 说在这个日本旅行团入住酒店的时候 有一胖一兽俩人 在这酒店大堂里边走来走去 那么这两个人会不会就是作案的歹徒呢 上期节目呢 咱们说到了 来中国旅游的日本兄妹三人 在房间里边啊 被莫名其妙的杀害了 现场呢 被翻的乱七八糟 很像是抢劫杀人案 并且很明显 作案凶手啊 非常的有经验 因为来回提取 都找不到一枚有价值的指纹 很可能是戴着手套作案的 随后民警呢 就开始走访调查 这时候酒店的大堂保安 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说六月七号晚上 这个日本旅行团到酒店的时候 有一胖一兽两个年轻人 在大堂里边出现过啊 来来回回的走动 可酒店嘛 就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 谁也不认识谁啊 摸牌调查尽管非常的详细 但是这一胖一兽 始终没有能够找到 咱们刚刚说了 歹徒对现场啊 进行了破坏 并且很可能是戴着手套作案 所以找了半天 也没能找到指纹 可是有一位负责 痕迹取证的警官 却不这么想 他呢 叫张大刚 张大刚也是本起案件 最后能够得以破获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当时呢 是西安市公安局行侦处技术科的副科长 后来啊 担任西安市公安局行侦局技术处的处长 他一直有一个外号 叫什么呢 叫狠简胜首 可以说在全国公安系统都是赫赫有名的 要说起来张大刚的成名啊 咱们岔开一嘴 说说他破获的另外一期案件 1988年11月份的时候啊 张大刚呢 到这个公安部刑事科学研究所去进修去了 去了没几天 他所在的这个痕迹市 就接受到了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 干什么呢 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将拍卖一件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 青铜墩 这个青铜墩呢 与之前在湖北紫规屈原纪念馆的一件背道文物特别的相似 现在痕迹专家呀 就必须通过一张屈原纪念馆青铜墩出土时候的黑白照片 还有一张索斯比的广告照片来做出鉴定的结论 以此来证实 要拍卖的这件文物 就是屈原纪念馆丢失的那件文物 而这时候距离拍卖日期只有十天了 一般情况之下啊 你就是手里捧着这文物 左看右看啊 拿着放大镜 拿着显微镜看 要进行最终的鉴定都不容易 更何况这一回是仅仅凭照片就要给出一个鉴定结果呀 这在国内外都是没有先例的 痕迹专家们呢 也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认为 他们要拍卖的这文物啊 就是丢失的那青铜墩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海就长得像 那时候他也不可能就光做这一件啊 是不是啊 人拍卖的跟咱丢的这个呀 没有关系 再者说了 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这个青铜墩上呢 它是有这个图案的 雕刻的图案啊 你看咱们丢失的这件文物上面 这图案左上角啊 有残缺 你再看人索斯比拍卖的这照片上 人这青铜墩的图案是清晰完整 这明显不是一件文物啊 而另一拨学者呢 则坚定的认为 这就是一件东西 你们看啊 这有十来处铸造的沙眼 你看 咱们出土的这文物 这十来个沙眼 是不是有这样的特征 再来看索斯比拍卖的这文物 这沙眼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特征 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啊 摆明了这就是同一件嘛 后来呢 甚至还请到了故宫的这个文物专家 到现场来进行鉴定 说这个啊 确实沙眼的特征一样 不过有一种特殊情况 同一套模具可以生产出来 两套以上的同类的产品啊 也就是说 这两张照片啊 只能证明 他们是同一套模具生产出来的 但不能证明 这就是同一个物件 仅仅凭这个沙眼的特征 来做出最终的鉴定结果 这个啊 不能让人信服 专家们呢 在那争的是脸红脖子粗的 而这时候张大刚呢 就是一个进修生 他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来这儿啊 听听人家怎么说 咱们也长长见识 长长知识 可这时候看到这些专家的争论 张大刚可就较真了 闷起头来 天天把自个儿关在实验室里 查资料做实验 有时候盯着照片啊 一盯就十几个小时 所以后面有一回 专家们又组织召开这个讨论会的时候 这张大刚就发言了 说咱们为什么不比较一下两幅照片上的绣石斑呢 这文物啊 常年的埋在地底下 即便是同一个模子导出来的两件文物 后天形成的绣石斑肯定不一样啊 哪怕你就埋在同一个地方 你埋了同一样的时间 他这个绣石的地方他也不一样 张大刚说出这个观点之后 老师们也都为之一阵 来 大刚啊 你来讲解说说 张大刚呢 就开始给这些专家们呢 就讲解他自个儿的看法 各位老师们 咱们看啊 背道文物和这个拍卖的文物 对应部位有六块绣石的斑痕 这六块斑痕 我们肉眼上看 位置是一样的 大小形状 都是差不多的 这样 我们呢 再用美术立体透视学和摄影透视变化的原理 咱们再来观察这几块绣石斑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大小 形状 还是部位 完全相同 这时候啊 有专家就又提出来之前的问题了 你看啊 这个青铜墩上的有图案 咱们丢失的这件文物上面 图案的左上角是有残缺的 但是你看 人这拍卖的文物上面是没有残缺的 针对这个问题 张大刚呢 其实啊 也已经做了长时间的研究 最后他提出来 之所以 这个被丢的文物图案 左上角上面有残缺啊 而这个拍卖文物上面没有 是因为拍摄角度不同 因为拍摄角度的不同 在拍摄到那些绣斑的时候 那个绣斑呢 就挡住了图案的一部分 这是拍摄的问题 张大刚这么一说 所有的专家都恍然大悟 对 就是这么回事 这才认定了拍卖文物 就是被盗取的文物 于是呢 美国方面把这件文物就无偿归还给了我们国家 这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利用技术手段 成功拦截了即将拍卖的失窃文物 所以张大刚是一战成名 那么 在这起日本游客被害案里 张大刚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他呀 到了现场之后 就发现卫生间毛巾架上 有一条毛巾上 有血 其实呢 从房间到卫生间好多的血 大家也就没有格外关注这一处血迹 再者说了 毛巾上啊 没办法提取指纹 那有血就有血吧 大伙都没注意 可是这条毛巾 让张大刚眼前一亮 他就琢磨着 为什么毛巾上会有血 如果是凶案发生之前 这兄妹三个人正常的洗手擦手 那不会沾上血的呀 凶案之后 那凶手又怎么会把血蹭到毛巾上呢 这就摆明了 很可能是凶手啊 作案之后 在这洗过手 把手上粘的血洗下去 用这条毛巾呢 擦了擦手上的血 那么在凶手洗手之前 会不会留下血指纹呢 你即使说戴着手套作案 你洗手的时候 你得把这手套摘掉吧 那就保不齐会碰着呢 就会留下那么一个半个的指纹 如果不经意间 他留下了 会留在什么地方呢 张大刚分析来分析去 最有可能的地方 就是卫生间和客房的门把手上 果然 张大刚啊 就在卫生间内侧门锁 锁柄上方 距离地面 107.5厘米 距离门类 4.7厘米的地方 发现了几丝 非常浅淡的红丝纹 接下来就是提取指纹了 这个呢 也是一技术活 听过我播讲的小说 为死者代言的朋友啊 应该不陌生 在小说里面 胖子呢 总会拿一种药水啊 来对这个指纹的地方 来进行喷涂 这样呢 那个指纹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 包括哪有血迹 这种药水往上一喷 就都能显出来 从事这项工作的呢 是技术员李舍苍 李舍苍啊 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 痕迹检验专业 当时29岁 这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技术人员 不过在几年之后 却因为另一起案件 壮烈牺牲 这是后话了 后面有时间的话啊 我会给大伙来好好的讲讲 李舍苍啊 把这个药水 喷到这个地方之后 一枚淡蓝色的实质指纹 就完整的呈现出来 此时 另一位技术人员 赶紧拿着相机 给这枚指纹进行了拍照 随后呢 更是加班加点 把这枚指纹的照片啊 一共冲印了两万多张 发往全国各地 根据这张照片 侦察员们 对所排查的每一名犯罪嫌疑人 都让他们留下指纹 然后收集指纹档案 再跟这张照片进行比对 随后一年的时间里边啊 专案组的民警们 吃住都是在专案组 所有专案组的成员 也没有假期了 反正就是不破此案 谁也甭歇着 对西安城堡大酒店 凡是住宿过的客人 以及酒店的所有员工 都进行了地毯式的摸牌调查 可是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于是由扩大范围 全市所有宾馆的从业人员 也都进行了调查 依然没有结果 在侦破过程之中 最关键的 还是提取的那一枚指纹 那个年代啊 跟现如今不一样 现在大伙你看 办完二代身份证 你都得留这个指纹 所以到指纹库 一筛查 很容易筛查出来 当时专案人员呢 对全西安市 全陕西省 甚至对全国很多城市的 指纹资料库 都进行了比对 还是没有结果 公安部 还多次派出了刑侦专家 到西安协助破案 还召集了广州 昆明 厦门等十多个旅游城市 分管刑侦工作的政府局长 到西安开会 来分析现场 分析案情 尽管在公安部的领导之下 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 都做了无数的努力 案件 还是没有进展 那时候的侦破思路 是什么呢 在那个年代啊 普通老百姓 很少出入高档酒店 去那干嘛去 吃饭 一个月工资搭上 不一定吃得起一顿饭 住店更甭提了 俩月工资住一宿 我有毛病吧 那凡是出入高档酒店的 除了从事旅游行档的啊 就是一些大款啊 做生意的呀 或者一些这个 高级的官员呢 能在酒店里边杀人 而且杀的还是外国人 毫无疑问 你得对这个酒店环境 特别的熟悉 真是大款做生意的 他也不至于 说入室抢劫杀人呢 我已经那么有钱了 我抢个劫 我可抢几个钱啊 那么 有没有可能 凶手就是酒店的服务人员呢 那对服务人员指纹进行比对吧 没结果 所有的员工的社会关系 进行比对吧 也没结果 甚至啊 连经常到酒店坐台的小姐 一个不露的啊 全都找过来了 一个个的查了个底料 还是没有结果 既然是在西安的酒店作案 那么很大可能 他就是西安本地人 当时西安全市城区 是有280万的常住人口 这杀人越货啊 并且这个作案之后 翻窗逃跑 这摆明了老人孩子和妇女同志 这是干不了的 那么就对青壮年的男士进行筛查吧 于是啊 就采集了全西安市 80万符合年龄要求的这些青壮年男性的指纹 都一一对比 那时候对比也不像现在 说放进电脑 哗哗一筛查就筛查完了 那时候进行指纹比对 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成本 这才可以 可都比对完了 依然没有找到凶手的指纹 于是呢 又换了一个侦破思路 会不会是日本跟过来的杀手 做的这起案子呢 90年代初啊 大伙啊 不像现在似的这么了解日本 办案的刑警们 谁也没去过日本 所以对日本的概念呢 还都是一些老电影 什么排球女将 什么这个追捕 这是了解日本的主要途径 这起案子呢 三个受害人都是一刀致命 并且呢 眼瞼都被划伤 说会不会是日本杀手 有什么特别讲究啊 这是特别具有仪式感的一个事啊 可最后一调查 也不至于 你真说从日本 不远千里万里 跟着来到国内杀了他们 你得有利可图吧 可这仨人就普通老百姓 也没钱 也没什么深仇大恨的仇人 哎 那么他们会不会投了什么高额保险 他们一死 就能给这个保险受益人 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呢 查吧 可那时候啊 日本老人跟中国老人差不多 越老越怕死 所以谁也不愿意提这个死字啊 更不愿意买保险 总感觉这事不吉利 这仨老人除了那么一点房产之外 没有积蓄 没有财产 就他们 哐唐一下 立刻就死了 子女们呢 也继承不了什么遗产 所以这个可能性呢 又被排除了 直到一年多之后 1994年7月初 专案组突然收到了一封 长安城堡大酒店保安部 交过来的匿名信 在这匿名信里啊 上面写着了 说我可以举报这起凶杀案 条件是什么呢 酒店得给我十万块钱的现金 作为交换 那么 写这封匿名信的 是真知道什么破案线索 还是就单纯的敲诈勒索呢 上期节目呢 咱们说到了 日本呢 兄妹三人 到中国旅游的时候 在西安长安城堡大酒店的房间里边 被人杀害了 之前的警方 也想到了种种的可能 会不会 是有人图这三个老人 有什么遗产呢 结果最后证实 三个老人呢 就是普通老百姓 没有那么多的积蓄 那会不会是有什么仇家呢 查来查去 他们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仇家 这时候又有人提出来一个疑问 这个旅行团 一共是十个人 其中他们这一家子呢 是六个人 除此之外 还有四个人 是四个年轻人 有没有可能是这四个年轻人下的毒手呢 后来经过调查 案发当天晚上 旅行团的四个年轻人呢 一块在一起活动呢 好不容易来一趟中国啊 就四处走走看看 四处玩玩 这四个年轻人里面呢 有一个女孩子 二十六岁 叫电荷美 她是北海道一家邮电所的职员 跟她住在酒店同一个房间的 叫世松志聪 和电荷美啊 年龄一样大 也是二十六岁 同样也来自北海道 之前呢 是在一家农业协同组合会工作 具体干什么呢 咱也不清楚 结婚之后呢 就辞了工作了 当全职太太了 不上班了 六月七号晚上九点多 店和美根世松志聪 在一楼餐厅 吃过晚饭之后 这酒店二楼呢 有酒吧 你看现在高档酒店 里边都会有自个儿的那种 安安静静的小酒吧 就去二楼酒吧聊天去了 那这四个年轻人里 剩下那俩呢 剩下那俩呀 就在酒吧里边等着他们呢 其中呢 有一个是领队 叫石井 还有一个呢 叫宾田浩一 那一小伙子 这俩人都是男的 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 因为一块出来好几天了 你看又去北京啊 又去成都啊 是吧 这又到了西安 他们几个呢 年龄差不多 这一路上游游逛逛 就都很熟了 这个宾田呢 三十岁 性格比较内向 话不多啊 我们看很多这个 日本的影视剧里边 你看总有这种角色 就很内向的 这种男孩子 做事呢 非常认真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的这种特质 是日本男性 比较普遍的一种性格 这个石井啊 就比较开朗 你不开朗的 你也干不了领队这活 是不是啊 平时走南闯北的 满世界的逛的 再者说了 当领队当导游 口才得好啊 口才不好 你怎么干这工作呀 特别会说笑话 所以经常啊 就给这两个女孩子 说笑话 把这俩女孩子 乐的是前仰后合的 这四个年轻人呢 在这二楼酒吧 就一直聊天 聊到了 晚上十一点多 到了十一点多了 就有人提议 哎呀 这么晚了 回去休息吗 哎 剩下几个又说了 哎 不晚呢 这还没聊高兴呢 突然呢 就听到 卡拉OK听 就有日语的歌声传了过来 他们一听就 在中国 听见日语歌曲了 你看还有卡拉OK听 咱们也去唱一会儿去吧 他们就去了 过去啊 还没有说什么 KTV这个概念 那时候就叫卡拉OK听 是吧 也不是像现在KTV里 呃 一伙人一个小包房 一伙人一个大包房的 那时候就是一个大厅 谁愿意唱 谁就唱 里边的人不多 坐着两拨客人 一拨呢 五六个人 另一拨呢 是三个人 其中唱日语歌的呢 是一个姑娘 乍一听啊 就跟是日本人唱的一样 可一眼就能看出来不是日本人 他们呢 就在这儿 一块唱歌 一块玩 玩到了十二点左右 就零点左右 得了吧 太晚了 明天呢 咱们还得早起 还得去看兵马俑呢 回去歇着去吧 他们就离开歌厅了 各自回到了房间 当天晚上 这个世松志聪 先跟丈夫打了个电话 打完电话又洗澡 折腾来折腾去 一直到凌晨两点左右 这才睡觉 可是对面 六三八房间的动静 他是一点都没听到 案发的第二天 这个日本旅行团呢 就离开西安了 警方呢 也没来得及 跟宾田和石井 这俩大小伙子进行接触 后来西安的警方就把 采集到的那枚指纹的照片 寄给了日本警方了 请求他们帮助 对宾田石井两个人 做指纹鉴定 可是日本方面呢 也回寒了 说我们呢 没有权利提取 与案件无关人员的指纹 日本的一位指纹专家 看了那枚指纹之后 还得出了结论 说这枚指纹 不是大和民族留下的 这家伙 看个指纹都能分出来是哪国人 啊 这不有点扯吗 这个结论 也让中国警察 非常的吃惊 不过你也没办法 所以啊 在这之后 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大伙是山穷水尽 一点眉目也没有 上期节目 咱们不是说了吗 在1994年7月初的时候 西安长安城堡大酒店保安部 不是给专案组 送去一封匿名信吗 说我可以举报凶杀案 但是得给我十万块钱 作为交换 约定是一周之后的 中午一点 在广州月秀公园正门口交钱 钱呢 得由中餐厅的服务员刘薇 交给他 这个案件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眉目 现在接到这封匿名信 对于专案组的每一个人来说 这都是好消息 甭管真假 他知道这起案子 也许他就知道点什么 内幕 是不是 不过民警们呢 也好奇 为什么交钱 就得指定让这个中参部的刘薇 去交钱 这刘薇啊 是在这高档酒店里边工作 说那时候能在 涉外的高档酒店工作的服务员 别的先不说 最起码各顶各的漂亮 就刘薇啊 即使放到美女堆里 这也是那美女中的美女 他呢 当年24岁 大专毕业 94年时候 大专学历还可以了啊 父母呢 都是普普通通的 这个本地人 刘薇啊 有一个在外卯公司工作的男朋友 长得是人高马大的 很魁梧 因为刘薇太漂亮了 这酒店来来往往客人又多 很多人呢 就想约会 就想约他 甚至啊 在酒店里边 还有一位常住客 忙了命的追求他 所以只要刘薇上晚班 男朋友就不放心 就跟保镖似的 来回来接送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专案组呢 就先把刘薇身边的这些人 挨个查了一遍 看看这些人的笔记 和匿名信一样不一样 因为警方也怀疑 既然指定让刘薇去送钱 那么他和刘薇一定是认识 会不会是追求刘薇的人 这眼瞅着 该街头交钱的日子 就要到了 专案组啊 这时候下了决定 马上派人去广州 都谁跟着刘薇一块去呢 有西安市公安局 刑侦处的副处长 思用上 他带队 然后呢 有这个刑侦医科的探长颜红 有民警邵文义 还有从特警支队 抽来了一名女特警 叫李燕 女特警啊 个个别看 看着柔柔弱弱啊 真到了实战过程之中 个个是身手了得 带着刘薇 拿着十万块钱现金 提前三天 就到了广州了 十万块钱现金 真是落好了 落到那啊 看着就不牢少呢 说那时候 九四年 有多少人见过 十万块钱现金 直接摆到面前呢 他们带来的这些现金呢 一落一落的 上边呢 都用盖着银行张的 那个纸条 给封好了 您可能该说了 这公安局够舍得下血本的呀 那个年代就有这么多的办案经费呀 其实啊 不是真钱 是从这个农业银行借过来的道具 是银行职员用的那个试点钞 你看现在都是点钞机刷刷刷方便 不过啊 到今天为止 这些银行贵员 你还得培训点钱的这个能力 手一碾啊 就知道 哪张是真 哪张是假 并且刷刷刷刷刷 让你看得眼花缭乱的 数得比点钞机都快 哎 这个就是让他们练手用的 只有最上边一张 跟最下边一张 这是真钱 这就跟当时 咱们讲那个少主啊 早阳诈骗案的时候是一样的 这十万块钱是假钱这事啊 几个警察知道 他们呢 为了保密 连刘薇都不知道这落钱 有什么问题 要说起来带队的司处长啊 这可是个聪明人 得力干将 能力很强 别看这回他们来的人不多 个个都是能人 带来的颜红 就医科的科长 毕业于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 也是身高马大 也很聪明 天生干刑警的料啊 另一位民警邵文艺 更不得了了 当年是全国的散打冠军 真说三两个小伙子 遇上的根本不是对手 李燕呢 咱们介绍过了 女特警 当时啊 是西安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第一美女 长得漂亮 清秀 不认识她的人啊 你就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 这么一个柔柔弱弱 柔情四股的小美女 竟然是女特警 还不是普通的女特警 她曾经拿过全国特警手枪速射比赛的全国冠军 他们到广州之前呢 其实也跟广州的公安局啊 取得了联系 广州的同行们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的全体民警 一个不差 全都化了装了 没穿警服啊 穿的是各式各样的都有 提前呢 就在这个月秀公园里里外外做好了布置 门阀卖票的 是警察 门口摆摊卖气球的是警察 自行车停车场看自行车的是警察 外边有擦皮鞋的 那还是警察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就等交接那一刻的到来了 那封匿名线上约的时间是中午一点半 这一天呢 上午十一点 大伙就都吃好饭了 提前就上岗了 不过说巧不巧 带队的司处长呢 那天身体却不舒服 为什么呀 水土不服 虽然夏天都热 可西安呢 是北方 干热 广州呢 是南方啊 典型的南方天气啊 是闷热 哎呦 上吐下泻 感冒发烧 一块就过来了 再难受也得忍着呀 啊 这关键时刻 你必须得站好这班岗啊 难受的不光四处 李燕就那漂亮的女特警 也难受 也是水土不服 李燕跟刘薇 这俩人呢 个儿顶个儿的漂亮 你就看谁更漂亮得了 俩人往公园门口一站 来来往往路过的游客 只要是个男的嘛 准得回头瞅上几眼 这一站呢 就站了一个多钟头 李燕呢 就感觉天旋地转 小脸煞白 哭腾一下 就晕过去了 大伙这一顿忙活呀 啊 又得英雄救美 还得装作 互相不认识 你不能让人发现 哦 这卖气球的 也认识这姑娘 啊 那边卖票的 也认识姑娘 你这不摆明了 这就陷阱吗 大伙都得装作 不认识上去 哎呦 姑娘怎么了 哎呦 快来歇会吧 这时候就剩下刘薇 一个人 在那站着了 这一气啊 又占了仨中头 不是让刘薇 穿着工装吗 就上班时候 穿的那职业装 打热天的 穿着职业装 热的都不行 不行的了 中午一点半 没人来 两点半 没人来 三点半 没人来 到四点半 还没人来 这什么情况啊 这人还来不来了 这人到底是谁呀 这起案子呀 比较长啊 大伙呢 得存着过日子的心啊 咱们慢慢听 我呢 慢慢的说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之前那个西安城堡大酒店呢 保安部收到一个匿名信 说在广州的一个公园门口啊 要交接给他十万块钱 他们就可以告诉警方破案的线索 西安公安局刑侦处的副处长 司处 带领着特警 带领着匿名信 点名要交接的服务员刘薇 就到了广州这个公园的门口 在这公园啊 是左等右等 可是始终没有等到和他们接头的人 这一次在月秀公园的行动啊 可以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卖票的啊 甚至擦鞋的 甚至卖气球的 都是警察 可即使设下天罗地网 人这街头的人没来啊 所以这条线也就没有了结果 司处呢 又带领着这两个美女 回到了西安 而能争善战的 两个特别能打的民警 颜红和邵文艺这俩人 就留在了广州 之前呢 我记得是在第一期节目吧 我们就说过 案发之后 民警在调查走访之中 一位大唐保安就反映 说这批日本游客 到达酒店之后 不久 有一高一矮 两个年轻人进入大唐 在大唐里边闲溜达 后来呢 也找不到这俩年轻人 莲湖分局的民警呢 在走访的时候 也是找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司机师傅说呀 那个时间呢 我确实是拉了一高一矮 两个小伙子 就到了城堡大酒店 那个高个的呢 比较瘦 矮个的呢 比较胖 哎 长得什么样啊 什么眉目 这司机师傅呢 也都详细的说了 西安公安局刑侦处 有一个刑侦画家 叫杨画民 还有个外号呢 就叫杨老画 他画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啊 画得特别的准 所以才有了这个外号 其实啊 在若干年后啊 案子破获之后 大伙才发现 那两个罪犯和画像 真的是很相似 那当时 为什么就没找到这俩人呢 其实当时那位出租车司机啊 还透露了一个消息 说这俩人的口音 像是老广 咱们之前不说了吗 专案组把侦查范围画在本地了 跑去老人孩子妇女同志啊 一共是搜集了八十多万份的指纹材料 前前后后多轮比对 始终没比对出个结果 哎 这说口音像老广 那把老广 也列入到侦查范围之内 不过 低歌师傅也说不清楚 这俩人的口音到底是广东 还是广西 反正呢 就从感觉说话的时候 舌头打弯啊 那时候西安的广东 广西人不多 毕竟是九几年嘛 既然划不出一个准确的范围 那没关系 咱们把这广东 广西都纳入到这侦查范围之内 西安警方呢 就调查了所有西安市三星级 及三星级以上的酒店啊 在案发前三天之内 所有入住旅客的信息 一共有六十多个符合条件的老广 就上了名单了 那么严红和邵文艺 在这个月秀公园行动 失败之后 留下来干嘛呢 就是拿着案发现场的指纹照片 挨个的 去找这六十几个符合条件的老广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从广东的汕头汕尾佛山中山 到广西的桂林柳州海防北海 跑遍了广东广西几乎所有的地级城市 大伙都知道 广东沿海地区啊 消费比较高 这俩人两个多月的时间 给的那点经费根本不够啊 住宾馆可贵了 一人又贴了两三千块钱 在这六十多个人里面呢 有十个人用的是假身文证 找不着他们 其余五十多个人 都挨个的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帮助之下 照了照片 比对了指纹 这一圈留下来之后 在回西安的时候 马上就要国庆节了 最终呢 这次比对也没有任何的结果 没有任何人的指纹 是符合作案现场那枚指纹的 其实咱们用事后的眼光回过头来看 这一次是专案组最接近破案的一次排查 因为这俩凶手啊 确实是一高一矮 高的瘦点 矮的胖点 他们流窜到西安之后 没住在三星级酒店 也没住四星五星 就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边 做完案之后 又矮又胖那个 连夜买了一张火车票 离开西安了 又高又瘦那个呢 故意没走 因为他们琢磨着 警察很可能会查旅店的失踪人员 今天案发了 今天我们就退房走了 那警察很可能就顺着摸过来了 所以呢 他又在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 就因为他们住的是那种又破又小的招待所 就没有被纳入警方视线 其实当时呢 警方还有一个细节啊 没有把握住 说三个日本人在同一个房间被杀 遇害时间上肯定得有个先后啊 所以凶手和受害人之间应该是有过交流的呀 如果交流的话 那仨日本人可不会汉语啊 不会普通话呀 他没过一甲呀 那么 这就证明凶手应该会懂日语 是 当时呢 也查了一些人啊 包括受过日语培训的酒店里边的员工 包括一些导游翻译 可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部分人群 他也会两句日语 就是在旅游点里边 以日本人为主要对象 卖纪念品的人 那我就专门卖给日本人汇两句日语 我就给你推销 如果说当时侦查范围把这群人也考虑在里面的话 其实就也把这两个犯罪嫌疑人 这些指纹的工作啊 在全国各地都在开始进行着了 不过说实话 当年呢 也有民警确实工作不认真负责 比如西安市公安局 曾经在收这个指纹卡的时候 就发现过17份 写着不同姓名 但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指纹卡 而且这些指纹呢 收集的也有问题 都不符合要求 不是这儿浓了 那儿淡了 就是这儿给模糊了 这就是什么呀 有的基层民警啊 为了交差 原本的应该每一个人都采集到 不过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可能是没在家呀 或者是什么情况啊 那算了 你替他按一下吧 就有了这种 一个人按了一个指纹啊 这就算17份指纹的这样的一个闹剧 总之啊 尽管侦破工作开展的很辛苦 尽管在公安部的这个督导之下啊 全国各地警方大力的配合 但这起案件始终没有着落 成了一起悬案 一直到了2004年 这起案件才算是有了一个转机 这其中呢 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他成为了西安长安城堡大酒店 这起惊天命案的终结者 他叫马华峰 1993年案发的时候啊 马华峰呢 还不是一名刑警 这起案子不是发生在1993年夏天吗 而这马华峰那一年呢 才刚刚高中毕业 他是广西人 广西泉州县 绍水高中毕业的 这一年夏天 他算是走到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了 他被桂林旅游专科学校给录取了 哎呦 他就拿着这通知书啊 是左看右看心里也纠结 这要是学了旅游 那很可能这辈子就干导游了 或者是跟旅游相关的行业啊 可我不想干这个呀 马华峰呢 从小就喜欢看福尔摩斯啊 看一些行尘题材的小说 并且特别的聪明 马华峰出生在一个小村庄 他们家呀 跟一般的农村人的观念的不太一样 在那个年代 很多农村人 孩子上不上学 无所谓啊 上个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回来就该种地了 就该忙活事了 你得养家糊口了 但是他们家把孩子读书这事儿看得特别重 他们家一共是五个孩子 马华峰的父亲呢 就一个普通的农民 但是也是那有头脑的 除了种地之外 也这个卖牛啊 也下矿井挖煤啊 打打工 在村子里算是很能挣钱的了 可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他们家五个孩子都在上学 一到开学交学费时候 一下就两千多块钱 真是脑子疼 马华峰从小成绩就好 老师们也喜欢他 从上初中的时候 他就是班上唯一被允许缓交学费的孩子 就当时交不上来没关系 拖一阵再交也行 等他上完高一上半学期 他们家能借钱的地方都借便了 跟谁也借不出来了 这种情况之下 马家必须得有一个孩子 从学校出来 别上学了 出去打工吧 你去挣钱 继续供养剩下四个孩子 这时候马华峰的哥哥 已经考上了广西地质学校 马上就修成正果了 一毕业就国家干部 你不可能退学不上啊 弟弟妹妹呢 还上小学呢 你就休学 让他出去打工 谁招小学生啊 他也挣不了钱呢 所以最适合休学 出去打工的 就只有十五岁的马华峰 那时候啊 很瘦 1990年春节之后 年没过完 自个儿一个人拎着一个编织袋子 就去海口打工去了 那时候呢 海南正在修海口 到三亚的高速公路 他们是修公路的 去了之后 条件也艰苦 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就每回收工之后啊 只要镇上有放电影的 马华峰呢 就跟着大伙去镇上看电影 尤其喜欢看一些刑侦题材的电影 干了五个多月 挣了一千来块钱 带着这一千多块钱 就回家了 一般情况下 外出务工的 随身的行李 无非就是换洗衣物啊 日常用的一些物品 可马华峰不是 除了这些 还有他的课本 每天收工以后 别人玩 喝酒 打扑克 他不掺和 甭管多累 得看几眼书再睡 他就盼着 我干活 攒够一笔学费 我还得回学校读书去呢 现在学费有了 本来想继续参加中考 可他读了半年高中了 这才修的学 你不符合报名条件呢 得了吧 接着打工去吧 就又跟着父亲 到桂林的永福县 去挖矿去了 还到贵州的煤矿 下井挖过煤 马华峰啊 经过在社会上的历练啊 为人处事 也都不错 有一回呢 在火车上 遇见一个安徽小伙子 俩人处得挺好 这小伙子就跟他说呀 说你跟我一块去安徽吧 咱做生意去吧 马华峰把这事呢 还告诉父亲 父亲也不给他拿主意 说你自个儿想吧 你说如果农村娃娃不读书 还有什么虔诚可言呢 你出去打工去 这也是万般无奈 你确实是读书的料 不过说回来 铺路下井这么苦的活 你也去试了 你要真是想做生意 我也没法拦你 这个小理啊 我也见过 不是个坏人 反正这件事情 你自己拿主意 马华峰当时 还真是有自知之明 我一初中文化的人 我有多少机会 我能做得了生意吗 我还得读书 所以啊 他没有选择去跟着做生意 而是回到学校 两年半之后 也就是1993年夏天 就收到了 桂林旅游专科学校的 录取通知书 这要放到别人家里 就高兴坏了 好不容易 熬到毕业了 考上大学了 学校离家还挺近 桂林又是旅游城市 学个旅游 以后找工作没问题啊 这时候 马华峰的家里啊 又开始有争议了 他的母亲 包括姑妈们 都主张马华峰 赶紧去桂林报到 可父亲和哥哥呢 主张他复读一年 哥哥呀 原来学习就特别好 就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限制 所以呢 为了便宜啊 上了一个专科 现在已经工作了 当初没上大学 成了他永远的遗憾了 哥哥和父亲也知道 马华峰只考了一个专科 没考好 这是临场发挥不好 再学一年 指定比这个学校又好得多 就这么着 马华峰自己也下定决心 我不甘心 我有一个当警察的梦想 我来年啊 要考警察学院 他就又复读了一年 1994年夏天 也就是在司处长他们 带领着刘薇 带着那女特警 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马华峰终于收到了 中国刑警学院的 录取通知书 也是在这 他踏上了从警之路 他怎么也没想到 就在自己苦苦挣扎的 这一年之间 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安 发生了那么一起 重大的惊天大案 他更加没有想到 这起大案将会由他 亲手终结 那么马华峰是怎样接手 这起案件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 这起案件又有了 怎样的突破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这起案件里面 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叫马华峰 他呢 可以说是啊 历经挫折 最终呢 考入到了中国刑警学院 上到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啊 家里边又发生了 不幸的事情 他的父亲呢 突然就去世了 父亲的去世 让原本就清贫的家庭 更是一贫如洗 问题是除了 他的哥哥工作之外 他上着学呢 弟弟妹妹们 也上着学呢 马华峰 你不能再跟家里 要生活费了 那怎么办呢 啊 人呢 往往是在绝境之中 你才能逼自己一把 你才能知道 自己有多大的潜力 在学校里边 申请到了 特困补助 但是还得想方设法的 挣点钱 那时候学校里边的学生 要是想洗衣服 怎么办呢 有洗衣机 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 那时候洗衣机呢 得用一种币 专门的一种洗衣币 马华峰从那时候开始 一直到最后毕业 一直啊 就在卖洗衣机的投币 这也算是在学校里 为数不多的 勤工俭学的机会 在刑警学院呢 管得特别严 不跟其他大学似的 周一到周五 全天24小时 想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出来 那不行 那时候学生只有周六周日 才能出校门 晚上九点之前 就得回学校 他平时你没机会 去外边打工挣钱去 那就放假回家的时候 从这个沈阳市场上 买些东北三宝 卖到广西 我们总听这个东北三宝啊 但东北三宝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啊 他还有新旧两种说法 在过去一说东北三宝 叫人参貂皮乌拉草 现在一说三宝呢 就是人参貂皮鹿绒 人参貂皮鹿绒 这些咱不说了 那大伙都知道是什么 乌拉草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种草 为什么过去跟它叫东北三宝之一 东北他天不是冷吗 这个乌拉草晒干之后呢 比较柔软啊 所以呢 穷人呢 那时候那鞋 穿不起那种大棉鞋 那怎么办 单鞋 也就是薄薄一层的鞋 在里边填上这个乌拉草 这就能够保暖 所以那时候也算东北三宝 马华峰说是卖东北三宝 其实啊 也不能叫东北三宝 也就算是东北特产吧 在东北不贵 可带回老家呢 价格你就能翻番 1998年的时候 马华峰毕业了 就被分配到了广西桂林地区公安处 可是上班不久啊 正好赶上桂林地市合并 地区公安处呢 就要撤销 一些人员就要分流 本来对于马华峰来说 他肯定是可以留在桂林市 因为毕竟是刑警学院毕业的 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啊 桂林也缺人才啊 再加上马华峰家在桂林 还有老母亲 有弟弟妹妹得照顾呢 但马华峰这时候啊 自己做了一次主 他是个做事情很有主见的人 说别人找工作想方设法的 往大城市钻 我呀 不留桂林 我要去桂岗 那么桂岗是什么地方呢 桂岗位于广西的东南部 原来叫桂县 属于玉林地区 玉林后来改为地级市了 桂县的撤县便市 成为了桂岗市 1996年 国务院批准桂岗 升级为地级市 也就是说 98年马华峰做选择的时候 桂岗啊 真正作为地级市 正式挂牌 只有两年的时间 他就琢磨 因为是个新兴的城市 方方面面 都很欠缺人才 求贤若渴的时候 我要是一直在桂林 人才辈出 可能这辈子 兢兢业业 干好我本职工作 也就那样了 但我到了这样的一个新地方 很容易做出成绩 马华峰啊 经过面试 经过层层的考验 就调到了桂岗 在桂岗呢 马华峰工作成绩 非常的突出 他是到了 桂岗市公安局的刑侦支队 马华峰一年的时间 就成了刑侦支队的领军人物 后来技术大队的领导 提拔走了 马华峰呢 还担任过一年时间的技术大队的临时负责人 除了工作上顺风顺水 他还在桂岗啊 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要说下来 马华峰跟西安六八城堡大酒店杀人案 还真是啊 命中注定 如果说他当时留在桂岭 那么 这起案件的那枚指纹 说什么也不会到他那 为什么呢 那时候公安部啊 在全国开展指纹大会战 广西呢 采用的是各地市交叉互检的方式 最终 凶手的指纹确实来自于桂岭 但是桂岭的指纹呢 是交给其他地级市 去相互检查的 也就是说桂岭市的警方当时在护检的时候 是接触不到桂岭的指纹 在前两期节目里啊 我们提到过这么一个事 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啊 曾经有民警在收这个指纹卡的时候 发现过17份写着姓名不一样 但是却一模一样的指纹卡 也就是说 一个人摁了指纹 这就算是17个人的指纹了 当时这个指纹卡是谁发现的呢 就是马华峰 而这也是马华峰 第一次和日本游客命案的凶手 算是有了交集 这事啊 发生在01年 01年4月1号愚人节嘛 这一天呢 有一个桂林小伙子 长得五大三粗的 他叫海亭 损失了90块钱人民币 这海亭呢 是回族人 75年出生 就住在桂林市将军路 没工作 可是之前干过的行当啊 却特别的多 个儿不高 一米七 一米七的大老爷们 可不算多高啊 这算是正常人里边都偏矮的这样的一个身高了 别看长大之后显得不高 但人十几年前 小时候啊 少年的时候 人就长到这个大个子了 就跟我一样 我现在一米六七六八的样子 我小学六年级时候就这个了 我六年级时候 我可以说我们班不能说最高 也是非常高的了 后来就眼瞅着啊 比我矮一头的那些同学们 慢慢的跟我长得一边高了 再慢慢的又高我一头了 没办法 这海亭呢 他有田径方面的特长 十岁的时候就被桂林市体委 招入体校田径队 一边上学一边训练 十四岁的时候 他还得过广西壮族自治区运动会的 四百米和八百米的亚军 可是没过多久 有一回出去帮同学打架去 对方在他的左大腿上啊 扎了一刀 虽然说这一刀没留下残疾 可是教练对他不满意啊 你出去跟人打架 这还动刀子的 也就把他开除 海亭的家庭呢 其实还挺好啊 一般我们来说 那些穷凶极恶的匪徒的时候 往往是家庭支离破碎 拿父母成天的吵架 对吧 可海亭他们家呢 家人很和睦 他呢 上面有哥哥 有姐姐 他们家就撒孩子 他是老妖 父亲对他管教啊 也挺严 上学成绩呢 偏科很严重 也不是读书的料啊 初中毕业之后 也就不上学了 一开始在个电器公司上班 可这家公司倒闭了 实习工资还没发呢 这公司都没了 后来啊 他就当上野导游了 大伙都知道 桂林 世界文明的旅游城市啊 这要是能接一拨客人 那就能过几天好日子 甭管是住宾馆的 买门票啊 野导游都能提成 不过这生意啊 也不稳定 你说能懒个生意 有吃有喝 懒不到生意 那你就只能 是受穷 后来一琢磨着 这也不行啊 干野导游的人也太多呀 我也没什么核心竞争力呀 就又跟着舅舅去厦门了 开了一阵工艺品店 后来又跑到广东惠州 当歌厅的服务员 这时候总算挣了点工资 有了点本钱 那又到广西百色 开过小饭馆 他呀 自己开饭馆 也舍不得顾厨师 也没那么多钱 自己忙活吧 从小在家的时候呢 家人们都说 哎呦 海亭做饭做的好吃啊 大伙都愿意吃他做的饭 不过说回来 你在家里边 做这个家常菜 跟你出去开饭馆 当厨子 那可不一样啊 每家每户 都有一个相对来说 饭做的好的 但真说你出去 推到市场上 你做的这东西 就得让这些顾客 吃一顿享两顿 吃了三顿 往后天天来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他这小饭馆 开了一年吧 也就倒闭了 反正日子呀 稀里糊涂的 就这么过去 有时候挣点钱 哎 也挺会享受 去歌厅 去酒吧 大吃大喝 有时候没钱 一个月也不出家 就天天在家里窝着 还有个女朋友呢 俩人在外边租房 在那同居 可因为没钱 自始至终 也没想过结婚的事 俩人就这么过着呗 01年4月1号 这天下午的时候 在他们小区门口啊 有个烟摊 海亭呢 跟几个开摩地的男的 在那打扑克牌呢 其实呢 打得不大 快八毛的 你真说玩上一天 你能输个十块二十块 了不得了 可后来啊 还真把警察给招来了 其实真说是他们引来的吗 也不是 是因为在他们这小区院子里啊 有一个老年人活动站 说叫老年人活动站 其实就是一个地下赌场 那里边啊 人们这个赌资啊 都很高 那才真是在那玩大钱的 可警察没找着他们 到这来的时候 关门了 啊 你发现不了什么特殊情况了 那没逮着赌博的 警察到门口一看 嘿 这不有人玩扑克牌呢吗 你这不就赌博吗 就把他们抓去了 被带到公安局了 每个人还按下了指纹 那一天呢 海亭口袋里就九十块钱 因为赌博数目也不大啊 这九十块钱 恨不得能玩半个月 不过这回倒好 就罚了他九十 交完罚款也就出来了 这指纹就留下了 那么这枚指纹 也就成了日后破案的关键 说的这是2001年的事 要说海亭这枚指纹 真正引起重视 是到2004年 那一年的全国公安民警呢 找开了一次大练兵 7月1号的时候 贵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刚刚结束为期一个月的 刑警大练兵封闭训练 一回单位啊 领导呢 就指示马华锋 华锋啊 你负责命案指纹会战这个工作 这个指纹大会战呢 是公安部03年开始 在全国开展的 04年 广西公安机关 开展指纹会战的时候 咱们刚才也说了 是交叉比对 贵港就承担了贵邻的 指纹比对工作 三个狠简技术员 每个人呢 分了几千份指纹资料 要跟公安部下发的命案指纹 一一的进行比对 马华锋就把最多的最难的那一份 留给自己了 马华锋的家呢 就在市公安局的一栋老宿舍楼里 跟他办公室啊 可以说是一墙之隔 这时候结婚了 但没孩子呢 家里也没什么事 所以周六周日啊 这个工作狂也不闲着 该加班加班啊 该干啥干啥 七月三号呢 是星期六 一大早上得了吧 在家待了也没事 并且这个指纹比对的工作 还挺繁重的 得家警干了 一大早就到了办公室 接着比对吧 坐在电脑前面 这一坐啊 坐了好几个小时 这工作是怎么做呢 把指纹资料录入到电脑里 与命案指纹进行模糊查询 排列出五十个图形相近的 再进行人工比对 就是先让电脑筛选一遍 最后有差不多的 人再一点一点的比对 这么查一个人这一天呢 能查这么两百来个 那时候的电脑比对啊 没现在这么快 需要等待的时间挺长的 他往往就是上午 把这些指纹录入到电脑系统里边 这一上午的时间 电脑就在那比对吧 中午吃个饭 下午基本上就出结果了 再进行人工比对 7月3号这天 查了一天的指纹 没有发现和命案指纹 相似的 7月4号 周日还是不休息 依然还是到了办公室 进行着一模一样的工作 下午两点多 第97枚现场指纹 就闪现在了显示器上 说什么呢 说西安一枚命案现场指纹 与十指卡号尾数 为4907的2号指纹 有些相似 那这两枚指纹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留下来的呢 后面的这个2号指纹 到底是属于谁的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在这个公安部统一组织的 2003年指纹大会战里边 马华峰呢 所在的这个贵港市公安局啊 就负责啊 查验贵林市的那些指纹 这个指纹比对呢 它有一个流程啊 就先是把指纹呢 上传到电脑里边 来进行比对 电脑感觉有类似的 就会弹出来 随后人工再进行比对 在2004年7月4号 是个周日 马华峰呢 是个工作狂 加班去了 上午啊 去录指纹 就是把指纹呢 挨个的倒到电脑库里边 中午回家吃饭 下午呢 再看电脑的比对结果 再进行人工比对 下午两点多 电脑就显示 尾数为4907的2号指纹 与日本游客命案啊 在那个卫生间毛巾里提取的 那个凶手指纹 是有些相似的 电脑在筛查的时候呢 会给指纹打分啊 因为你摁指纹 力度不一样 身前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你不可能发现两枚 一模一样的 特别像的这些 分值呢 就是1000分以上 这在技术员眼里 这就是好指纹 刚咱们不说了吗 马华峰他们呢 一共是三个人 负责筛查指纹 他跟另外两位同事说了 说超过1000分的呀 你们要看着像 就叫我 我再比对一遍 马华峰找到的这枚 49072号指纹 系统打分呢 是700来分 在侦察员眼里啊 这是低分指纹 你说不像吧 它有点相似度 但你说像吧 也没那么像 这种呢 就很容易被忽略过去 可是马华峰啊 是一枚指纹也不放过 他就发现 为什么 这两枚指纹 对比成绩 分值不高呢 因为摆放位置不一样 大家应该记得 在命案现场指纹 是在卫生间 毛巾架上的毛巾上 提取的 这个呢 是海亭啊 赌博啊 被抓进这个公安局之后 老老实实摁下的 再加上命案现场 那枚指纹是残缺的 不全乎 所以分值很低 马华峰 把这两枚指纹的图片 放大放大再放大 反反复复的 就盯着看呢 从起点 看终点 最后再看那个分叉路线 再看这个指纹的间距 再看指纹的这个大致的形状 细节的形状 可以说 所有细节都相互吻合 也就是说 这两枚指纹呢 是同一个手指所留下的 那么 这个右手食指的指纹 是谁的呢 这就是咱们上期提到的 那个打扑克牌啊 被罚了90块钱的 叫海亭的 那位回族青年 上期节目咱们也提到了 在2001年4月1号 也就愚人节那天啊 这个桂林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啊 他们呢 去查一个地下赌场 赌场没查着 不过一出来 小区门口 整碰上几个大扑克牌子 其中就有海亭 把这几个人呢 就叫到公安局 可赌博数额不大啊 所以 就罚了海亭90块钱 当然了 毕竟是刑警办案 他不是派出所民警办案 还是留下了他们的指纹信息 日本游客命案呢 是发生在1993年6月8号 之后呢 经过了一年多的侦查 也没什么线索 1994年 公安部呢 就要求各地公安机关 建立指纹档案库 西安警方就把这起案件列为了重点比对案件 不过那时候指纹比对啊 还是放到西安的这个指纹库来进行比对的 一直到了2002年 公安部建立了全国范围之内的 未破杀人案件的指纹库 西安方面呢 立刻啊 就把提取到的这枚残缺不全的指纹 报送到了全国的这个指纹库 马华峰发现这两名指纹高度重合的时候 其实他也并不了解 这个西安长安城堡大酒店的命案 对于案情呢 一无所知 当时就琢磨着 这是自己的工作呀 这也算有了个交代了 既然是命案指纹会站 这么多的指纹资料从手里边过一下子 一起命案没破着 那不就白费功夫了吗 转过天来 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 就把这个结果上报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又立刻进行了通报 陕西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 就指派省厅刑侦局副局长郭仙安 西安市局副局长王安群 还有市公安局刑侦局副局长王立峰等一行八人 就飞到了桂林 桂林陕西两地警方 共同制定了寻找抓捕海庭的方案 2004年7月9号中午11点的时候 桂林市公安局 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刘大海 接到了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 关于此案的紧急通报 立刻指派刑侦支队调查海庭的情况 特警大队呢 很快就查清楚了 海庭的家呀 虽然在桂林市将军路2号 可他不在家住 长期的在外边租房子居住 从事的呢 又是野岛游这类的非法营生 经过一番折腾吧 侦察员终于找到了海庭的出租房 是在西门菜市场后边 可去了之后啊 发现海庭跟女朋友都没在家 7月9号 也就是这一天晚上8点 陕西的警方人员就到了桂林了 广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们呢 也开车从南宁赶到了桂林 两地警方共同组成的专案指挥部 立刻就投入工作之中了 晚上8点17分 由桂林民警组成的抓捕小组 得到了一条情报 说海庭啊 在桂林市东安街 一个娱乐室里边出现了 这时候指挥部下令 立刻实施抓捕 海庭他也没琢磨着 说满世界的警方在找他呢呀 离当年那起命案 这已经十来年的时间了 谁还记得呀 自己是犯案之后 提心吊胆了那么一段时间 可眼瞅着这么多年都没破案 他就琢磨着这案子也破不了了 所以警察刚找到他的时候 海庭还琢磨着 是不是我又哪回打牌 让他们给盯着了 还没什么事 进去大不了再罚个九十 罚九百也行啊 1993年 日本游客命案发生的时候 海庭才18岁 现场呢 一共是三个人被杀害 一个18岁的小伙子 同时杀害三个人 难度很大 所以指挥部就分析 他应该还有团伙 指挥部呢 决定由桂林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墨斌 和西安市公安局 刑侦局大队长刘刚 来担任主审 晚上九点半 对海庭的询问正式开始 海庭也在等呢 问我什么事啊 可警察没跟他说话 先给他戴上了脚镣手铐 这一戴脚镣的时候 海庭这心里就有点乱了 打个牌不至于的吧 墨斌呢 就用桂林话 问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姓什么叫什么 老家是哪 多大年纪 问完之后啊 就让他谈谈 说说吧 九零年以来 你都去过哪啊 海庭就说啊 去过北京 去过上海 去过厦门 去过惠州 反正一通乱扯 说来说去 就是没提到过西安 这时候刘刚说话了 你知道我从哪来的吗 说的是浓重的陕西话 当然啊 我不会陕西话给大伙学不了 大伙自行脑补啊 刘刚就跟他说 我说海庭啊 你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西安吧 说着把自己工作证就举到了海庭的眼前 海庭一看 哎呀 完了 当年的事啊 让警察给知道了 这还是 过了这么多年 找着我了 海庭这时候心里很紧张 警察同志 我想抽烟 我想喝水 行啊 想抽抽吧 喝吧 随着警察讯问的深入 海庭啊 俩脚都在那抖啊 尽管房间里空调开的可足了 咱们一进去都会感觉浑身发冷 可海庭额头上的汗珠子呼呼的就冒出来了 我说海庭啊 我们这么多人来到桂林 飞机票也得不少钱呢 要不掌握你的证据 我们会轻易把你抓来吗 其实对于海庭来说 尽管没在西安待过多长时间 可他真忘不了那个地方 这些年呢 一直留神着西安的警察 甭管在什么地儿 只要听见有人说西安话 都会格外在意 包括听像上看小品 看电视剧 一听西安话 格外的紧张啊 不过他还真认真的研究 他看了不少的警匪片子 其中演西安警察的计时片 都认真的看过 就想看看这西安警察呀 实力怎么样 他希望看到的结果最好都是 这汉匪胜利了啊 警察失败了 这样他能心安哪 听刘刚跟他一说话 他马上就认出来 嘿 这个警察呀 就是121枪杀大案里的男一号 我看见过他 海庭这时候还是没说什么 又跟刘刚说 给我端碗米粉吧 我饿了 想吃 想给你 端过来一大海碗 踢里吐鲁呼呼啦啦 全吃完了 吃完了 他这才说行了 我讲 我已经多活了11年 我够本了 晚上11点20分 海庭 这才原原本本的交代了 他还说呀 当时做那起案子的时候 他有一个同伙 叫曹彪 7月10号 凌晨20分 也就是交代出来一个小时之后 警方就查出来曹彪的真名叫曹修德 家住桂林市中山南路26号 指挥部呢 派出了三个抓捕小组 同时对他进行搜捕 凌晨1点28分 桂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率领的抓捕小组 在象山分局将军桥派出所民警的协助之下 在曹修德的家里啊 将曹修德抓获 7月10号 晚上8点半 曹修德在里边已经待了18个小时了 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之下 他还是承受不住了 终于向警察做出了犯罪供述 其实说起曹修德这个人呢 还是有点个人能力的 从小呢 学习成绩也不错 爱读书 爱看报 尤其喜欢看参考消息 最权威的新闻报纸之一啊 他这个爱好呢 其实也是来自于他父亲 他父亲呢 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政工干部 总是把报纸带回来 曹修德呢 又喜欢看书 甭管是什么 有字就能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啊 左邻右舍一教育自己家孩子 都得跟曹修德比 你看看你这学习啊 一点都不认真 你看看人修德 你看看人曹修德 曹修德学习挺好 又认真 上学时候还一连跳了两级 一直就在班上当班长 品学兼优这么一孩子 可后来呢 他父亲呢 有一回不小心被高压店给击伤了 因为不是在工作期间出的事 所以也不能算工伤 不能算工伤 那这医药费得自个儿出啊 甭管多少钱 你得知啊 这一下让他家的生活 就算彻底回到解放钱了 窘困不已 那时候社会上呢 也流行这么一句话 说造导弹的 不如卖茶叶弹的 那就是做生意 做买卖 就能赚大钱发大财 曹修德呢 也没那么多钱继续学业了 匆匆忙忙的 上完了职业高中 就开始打工了 17岁的时候啊 在一个宾馆 当行李员 虽然说年纪不大吧 可他机灵 个人能力也有 人员混得还挺好 反正没多长时间 就混成个领班了 有一回呢 就来了一个日本团 就旅行团的 曹修德一看 日本人是有钱啊 大把大把的日员 就塞进箱子里了 那时候他也没想着说 日本钱那么不值钱 是吧 后来就动了歪心思了 我这天天过得穷困潦倒的 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钱 再者说 我现在管行李 他们这行李箱 还得我给他们拿 这钱这不就是送我的吗 他就提心吊胆的 也是第一回作案 就把那箱子呀 给弄开了 可一打开 嘿 那日本人不是塞里边好多钱吗 怎么一张也没有啊 不翼而飞了 一分钱现金都没有 他一看 我这给人撬开了 那我得把它扔了呀 我不能还到 人这日本人面前 先生 我把您这箱子撬开了 我翻了翻没钱 现在把箱子还给您吧 那不找倒霉吗 可即使把箱子扔了 最后啊 还是查着他了 所以这一回呢 就被判处少年管教两年 他这心里啊 还满不服气呢 不就给他弄坏个箱子吗 不就把箱子扔了吗 你扣我奖金就完了呗 怎么还值当管教啊 自始至终 他就认为 公安机关对他的处理 太不公平了 少管出来之后 你身份可就不一样了呀 你再说找特别好的工作 去找大单位 那你这是有污点的很困难 后来呢 在工厂也打过工 卖过工艺品 后来也当过野导游 没事干的时候呢 就在家吃闲饭 直到03年 跟他恋爱九年的女朋友 怀孕了 不行了 这得结婚了 可是一结婚 接下来是什么呀 彩礼 婚礼钱 买房置地 再者说了 孩子马上快出来了 还得抚养孩子呀 钱哪来呀 这么着 就又动了歪心思了 那么曹修德和海婷 又是怎么盯上 日本旅行团里的 那兄妹三人的呢 上回节目咱们说到哪了呢 曹修德呀 少管出来之后 也打过工 也卖过工艺品 也当过野导游 那时候卖工艺品呢 还真是就在西安卖的 有时候没事可干 就在家吃闲饭 03年的时候 跟他恋爱九年的 女朋友怀孕了 得了吧 赶紧结婚吧 要不孩子马上出来了 要说曹修德这人呢 是个有心人 有脑子 他有个朋友啊 打算开一家食品厂 生产巧克力 那么曹修德呢 就一直在帮朋友 搞市场调研刨手续 后来厂子也开张了 曹修德呢 顺理成长 当上了副厂长 生意前景啊 还真是挺好 甚至还有国外的订单 可是 这是03年呢 突然之间 SARS非典就来了 你说别的这个行当买吗 我卖电脑的 我卖相机的 我卖工艺品的 大不了咱歇半年 之前那些本钱 顶多就是延后变现吗 等这疫情过去了 我再卖出去也一样 可做这巧克力不一样啊 之前什么可可液啊 什么这个可可粉的 牛奶啊 都进来了 你说做成巧克力吧 它也是有成本的呀 并且做出来也卖不出去 那不白干吗 可不做出来巧克力 这牛奶就在那放着 它会搜啊 它会过期啊 它们又没地儿放 如果去租专门的冷库 你为了储存这些东西 那成本比这些牛奶 可可都扔了 还高呢 所以这一把头呢 就赔了不少钱 一直熬到了 03年底 04年初 这市场呢 才慢慢恢复 总算想着 可以苦尽甘来了 结果没想到 04年7月10号 就被警方抓住了 7月10号晚上8点半 曹修德呀 终于跟警察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上期节目咱们说过 曹修德比海婷呢 大上5岁 跟海婷哥哥是同班同学 可这俩人是怎么走到一块的呢 这是1993年的事了 1993年夏天 这俩年轻人呢 都为一个事苦恼 什么事啊 缺钱 人就是这样啊 你说我挣1000块钱的时候 我感觉缺钱 什么时候我能挣1万呢 挣1万我就知足了 你真挣到1万了 你还是感觉缺钱 什么时候我能挣10万呢 人内心的欲望啊 是无休无尽的 海婷这时候呢 在社会上混两年了 也没挣着什么钱 总跟家里要钱吧 他也不好意思 更何况也不是什么赋予人家 曹修德呢 倒是不缺吃不少穿 可他贪心呢 总想着发财啊 总想着当大富翁啊 这么着 俩人一拍集合 咱们一块啊 干点什么事吧 合法的买卖 他们不知道怎么干 于是就动起歪心思了 俩人一合计 咱抢去吧 啊 海婷 你看你这体格多好啊 又高又壮的 啊 你看哥哥我 比你呢 多经济年事 我呢 脑袋官也零 咱们这么一配合 天衣无缝啊 他俩呢 都是在桂林 桂林是做旅游城市啊 举世闻名 桂林山水甲天下呀 当时啊 去桂林旅游的人里边呢 日本人不少 那时候日本经济发达 都认为说日本人有钱 并且身上喜欢带现金 俩人一商量 咱们呢 就对日本人下手 可桂林呢 毕竟城市太小 好多都是熟人 一旦作案了 真要说不留下蛛丝马迹 不容易 这时候曹修德一想 哎 对了兄弟 哥哥我在西安呢 卖过小半年的旅游工艺品 日本人呢 也喜欢去西安 我对西安呢 也熟悉 我还知道日本人 通常喜欢住哪些酒店 咱们呢 去西安下手吧 海亭一听 行啊 他俩还定下了一个原则 什么呢 没钱 就不杀人 有钱 就把人杀了 死无对证 九三年六月八号 上午十点左右 俩人坐火车 就从桂林 到达了西安 他们呢 就在距离火车站 最近的铁路招待所 就住下了 吃完午饭 洗个澡 休息一会儿 俩人就顺着解放路 一直往南逛 走了那么半个小时吧 就在一个百货店里边 买了彩纸刀 胶带纸和袜子 本来呢 他们是打算买手套的 可是没找着手套 那得了吧 就买袜子吧 戴手上是一样的 为什么买这些东西 而不是买的什么匕首啊 砍刀啊 曹修德就琢磨 因为这些东西啊 都是生活日用品 真戴在身上 别人不怀疑 咱这真说 背着一把砍刀 那咱什么事没干 让民警逮着 这也不好说呀 接下来呢 他们就去凯越酒店 黄城酒店 这些涉外宾馆 没找着什么合适的目标 晚上九点左右 就又逛到了城堡大酒店 跑了大半天了 俩人也累了 就坐在大厅里边 过了不大一会儿 一个日本旅行团就过来了 俩人这么一看车上下来的 大多是些老年人 这俩人就在沙发上 盯着这个旅行团 办完了住宿手续 随后就尾随着他们 上了观光电梯了 到了六楼之后 这旅行团的客人呢 就都下来了 他们俩呢 也跟着下来了 这时候就发现 两个日本老人 住进了六三八号房间 看完之后 没敢多耽搁 也怕这些日本人怀疑 俩人就又下到了一楼 接着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观察六楼动静 他是一个大厅啊 中间是类似于大天井似的那种 可以看到上边 一看上边也没人走动 他们呢 就又走进电梯 曹修德还跟海婷说了 我呀 把门叫开了 咱就往里冲 知道吗 行 知道了 这时候呢 姗姗楚一郎 也就是日本旅行团 兄妹三人里边那大哥 刚放下妹妹阿布富美打来的电话 咱们第一期节目里就提到了 阿布富美呢 是打电话约大哥呀 一起到楼下的商品部啊 去转转去 看有没有什么特产好带回去 这时候叮咚 门铃就响了 再一听 是有一个男的 用日语在那开门 这时候姗姗立 也就是 那个条件比较好的那个弟弟啊 拿着打火机正要点烟呢 二话没说就去开门了 琢磨着 这肯定是服务员有什么事啊 刚一开开 差不多十多厘米的缝 门上防护帘啊 没挂上 一看外边 这摆明了不是服务员啊 并且手里边怎么还拿着刀呢 就想把这门关上 可这时候再想关就关不上了 就见俩大小伙子 把这门就撞开了 攥着把刀子就冲进来了 曹修德呢 用日语就命令这两位日本老先生 就说把钱交出来 说着 还把电视的音量啊 调到最大 这样呢 可以遮盖住 他们抢劫的这个声响 随后 曹修德跟海婷 三下五出二 把这俩日本老人呢 就摁到了床上 用胶带 把手脚都绑住 把嘴巴也封上了 就开始翻俩人身上的现金 又翻他们的行李箱 第一期节目咱们不提到嘛 旅行袋上 有一个划痕 这就是曹修德拿刀子划的 说起来啊 这俩日本老人随身带的现金 还真是不少 拽到现金之后 还没来得及数呢 门铃又响了 哎呦 这俩人吓了一跳 这谁啊 门外的这个人呢 正是四兄妹里边的大姐 阿布复美 他不跟大哥通过电话 要下去逛这个商品部吗 挂完电话啊 又在卫生间 把自己袜子洗了 哎 洗干净了再去逛去 省得一会儿啊 逛晚了 上来之后就想休息了 累了 这袜子来不及洗 都忙活完了 这才到六三八房间找大哥 他这按着门铃 里边曹修德 跟海婷俩人也没闲着 海婷把姗姗处一郎 就扛到了卫生间 放到浴缸里了 曹修德呢 就地就趴在了两张床中间 躲了起来 门铃这时候啊 还不停地想着 海婷从卫生间出来 猫眼上一看 哎 没事 不是保安 不是警察 是一日本老太太 啪的一下 把门一打开 阿部复美 没缓过神来呢 一把就让海婷 给拉进来了 因为拉扯的力气很大 阿部复美 也上岁数了 没站稳 一下子 哐腾 就摔倒在房间里了 曹修德马上扑过来 用胶带 就把阿部复美的嘴 也给封上了 又跟海婷一块 用皮带 把阿部复美啊 就捆住了 各位说了 他们就买胶带了 买这个材质刀了 买袜子了 哪来的腰带呀 那不有俩日本老人家吗 从他们身上抽下来的 接下来呢 把阿部复美 也搬进了 卫生间的浴缸里边 用那把材质刀 就割破了两个人的脖子 把他们就杀害了 海婷关上卫生间门杀人的时候啊 曹修德呢 就开始拿一条毛巾 把刚才可能用手碰过的地方 都擦一遍 因为之前呢 他们没戴那双袜子 所以呀 很可能会留下指纹 赶紧的都擦擦吧 海婷出来的时候 身上那衣服都是血呀 大伙想啊 拿刀割这脖子的大动脉 那一下血是会喷溅出来的呀 曹修德就提醒他 你呀 赶紧的 床上有件白色T恤赶紧换上 海婷这边换衣服 曹修德在那边呢 就把杀杀利也杀害了 第一期节目咱们还提到一个细节 被害人除了脖子 被割破喉咙之外 这双眼的眼瞼呢 也都被割破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俩人在买刀的时候 就商量的 说除了要把他们脖子割断之外 还得把眼睛割破了 为什么呀 担心受害人的眼珠 会留下他们的影子 也不知道 俩人是哪生出来的 这奇怪的想法 总之啊 俩人这些忙活完之后啊 一边往后撤着 一边呢 就又拿毛巾呢 又拿那个手上戴的袜子呀 去擦那些可能留下的纸印 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在逃跑的路上 其实俩人也是提心吊胆 生怕被保安被警察发现了 可是谁也没注意他们 顺利的就离开了城堡大酒店 出来之后 在环城东路的垃圾箱里边 把自己那带血的衣服就烧了 作案用的材质刀呢 也让他们给拆开了 拆成一个一个小零件了 零散的就塞进了路边的下水道里 犯下这样的大案 他们知道警察一定会全程封锁 把四处搜捕 那警察第一个搜捕的地方肯定就是全程的宾馆酒店 这些流动人口密集的地方 看谁啊 是案发之后 突然就跑得无影无踪的 那么一定就是重点的怀疑对象 曹修德想到这一点之后 他一想 哎呦 麻烦了 我们当时住铁路招待所的时候啊 还真是用自己身份证登记的 我们这要真是跑了 反而引起警察注意 肯定顺着就找我们呀 得了吧 海亭啊 你坐火车赶紧离开西安 我呢 我再住两天 避避风声再走 海亭当天晚上 买了一张火车票 一气跑到了重庆 然后又换车 回到了桂林 抢来的日元呢 就拿到了黑市上 换成了人民币 三天之后 曹修德也顺利的 离开西安回到桂林 俩人在海亭家里边见了面 一人呢 分了一万多块钱的人民币 从这以后 俩人很少再来往了 因为犯下这么大的事 少来往啊 就当谁也不认识谁 咱不熟 好不好 后来曹修德 娶妻生子 这种大事 海亭也不知道 直到后来 警察呢 押戒着他们 去指认兑换外币的地点 海亭才知道 在杀人的时候啊 曹修德把搜来的日元 先给自个儿塞了一把 他自己私底下呢 也来换过钱 2005年10月28号 曹修德海亭两个人 被依法执行死刑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的是 这俩人到死 始终没交代 他们有没有做过别的案子 照理说啊 他们这是杀人越货的盲命徒啊 这么多年 就没别的案子了吗 其实多方面的原因吧 一则呢 是当时抓住他们之后啊 重点放在了这起案件之上 因为这起案子 当时在国际影响太大 太恶劣 所以呢 就是突破这起案件为重点 没有过于深挖 其他的一些案件 再一个呢 俩人呢 做下这起惊天大案的时候 都是第一次杀人抢劫 也许这么多年的逃亡生涯 他们呢 一直是提心吊胆 所以也就没有再敢 做其他的案件 当然 到底真相是什么 随着这两个人 被依法执行死刑 这已经是一个永远的谜了 在第一期节目里呢 也给大伙卖了一个关子 1993年 提取到这枚 至关重要的指纹的技术员 叫李舍苍 当时我说了 李舍苍啊 工作认真负责 能力非常突出 成绩非常出色 但令人惋惜的是 2000年6月份 珠海警方接手了一起跨国邮轮被结案 当时已经担任技术科领导的李舍苍 带领着几名民警前去执行任务 结果 大量的有毒气体泄露 直接就把旁边的一个协警员呢 给晕倒了 李舍苍第一时间上去解救这位协警员 结果他也被晕倒 掉进油池 壮烈牺牲 2001年的时候 他也被追溯革命烈士 公安部 二级阴魔 在幽静的一个乡村夜晚 月光洒在青石板路上 仿佛一切都在沉睡 但是 在这宁静的外表之下 一桩惊心动魄的事情即将发生 范红南 一个普通的乡村男子 他的内裤上沾染着甲林剧毒 那毒药虽然已干 但毒药的气味仍如幽灵般缠绕不散 曹金兰 范红南的妻子 当他发现丈夫异常时 心中涌起了一股复杂的情绪 他灵机一动 借酒的气味 遮盖了那刺鼻的气味 就这样 这个举动成了他丈夫死亡的序曲 范红南喝酒喝到了夜里十点左右 感到不舒服便上床休息 可他逐渐出现了异状 呕吐腹泻 甚至是大小便失禁 他在痛苦中挣扎着 而曹金兰却冷漠的观望 没有送丈夫去医院 他此刻虽然是有些恐惧 但内心中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 和情夫刘仙福 共度余生 范红南的生命 在凌晨的黑夜中渐渐消逝 一个壮年男子的离世 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难道这仅仅是九后十世 范红南的大哥此时表示怀疑 他坚持要进行尸检 可是曹金兰却坚决反对 他以丈夫生前没有过上好日子为由 拒绝让他死后再受折磨 当然 这只是他心中的恐惧在作祟 他害怕真相大白于天下 曹金兰背后悄悄地问医生 尸检是不是什么病因都可以查出来 得到医生的肯定回答后 曹金兰的脸色是苍白一片 他知道尸检会揭露他所有犯下的罪行 经过一夜的煎熬 他终于决定投案自首 自此 这桩诡异的内裤涂农药的沙夫安 被公之于众 震惊了整个乡村 范红南的离世 给他的亲人带来了无尽的悲痛 他的三个孩子及其母亲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要求曹金兰的情夫柳县福 赔偿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失 然而法庭并未当庭判决 那么作为范红南的妻子 曹金兰为什么会用衣物荼毒的方法 谋杀亲夫的呢 是因为夫妻矛盾争吵之后的一时冲动 还是蓄意已久内心压抑的报复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看曹金兰的婚姻生活情况吧 在1995年的时候 20岁的曹金兰 如同山村里的一朵娇艳的花朵 正值青春年华 经没人的憔悴 让他与范红南结下了夫妻之缘 对于这门亲事 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自己 都满怀期待 毕竟能够从山村驾到镇上 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 一种面子上的象征 初为人妇的曹金兰沉浸在幸福的甜蜜中 范红南对他是疼爱有加 重活从不让他沾手 好吃的都留给了他 那段日子 他好像是一只快乐的小鸟 享受着婚姻带来的温馨和甜蜜 可是好景不长 随着大女儿的出生 范红南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那个不孝有三 无后伟大的农村习宿中 曹金兰在家里的地位逐渐变得尴尬 范红南开始对他挑剔起来 言语间充满了不满与冷漠 曹金兰也开始后悔当初的选择 他发现范红南虽然是镇上人 但除了和哥哥共住的一栋二层楼之外 他几乎是一无所有的 没有稳定的收入 没有体面的工作 他整天靠打零工为生 生活的窘迫 让曹金兰有时会感到有些压抑 更让曹金兰无法忍受的是 范红南的嗜酒恶习 每当夜幕降临 他几乎都会喝的是鸣顶大醉 然后对他是骂骂咧咧 那些刺耳的言语 像针一样扎进曹金兰的心里 让他感到了无比的痛苦 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乡下女人 曹金兰知道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道理 他只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过了两年 继第二个女儿的降生之后 丈夫范红南心里的不满是越发强烈 计划生育的罚款如同一座大山 压得这个本已贫困的家庭喘不过气来 罚款八千多元 让这个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范红南的嘴里满是责备 每一句话都是像针一样 刺到了曹金兰的心里 就是你这个下空弹的母鸡 让我抬不起头来 不争气的东西 我养你有什么用 这些刻薄的话语 如同冰冷的箭矢 一次次地射向他脆弱的心灵 曹金兰不敢吭声 尤其是在范红南酒后 他的拳头如同暴雨般落在他的身上 他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但是命运并没有完全抛弃曹金兰 2003年初他再次怀孕了 这次他祈祷能够生下一个儿子 大半年的担忧与等待 终于随着一个大胖小子的诞生而烟消云散了 看见这个代伴的儿子 范红南是欣喜若狂 他破天荒的滴酒不沾 整天围着母子俩转 曹金兰的心中也是涌起了一股暖流 然而生活的压力并没有因为儿子的出生而减轻 三个孩子 还有范红南的老母亲需要供养 这个家实在是穷得叮当响烂 曹金兰在儿子半岁多之后 便开持四处大零工 贴补家用 2006年初 曹金兰来到了柳宪福承包的骑城山上干活 一切从这个时候开始改变了 柳宪福这个果园的土皇帝 从一开始就对曹金兰是另眼相待的 他看重的不是曹金兰勤劳肯干的态度 而是他身上那股成熟风韵的气质 在果园里柳宪福是绝对的权威 但他的权威在曹金兰面前 似乎多了几分温柔和照顾 其他农夫的工资总是被拖欠着 要等到骑城卖出去之后才能够统一结账的 但曹金兰却是个例外 他的工资每个月都能准时的结算 从不拖欠 柳宪福私下里对他说 你家有三个孩子等着钱用的 这份体贴和关心让曹金兰是心生感激 柳宪福的果园有百多亩 每年仅骑城的收入就有五十多万 对于曹金兰来说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 他家的年收入是不足三万 生活的艰辛让他对柳宪福是充满了羡慕 五月的一天果园的工作结束之后 其他农夫都陆续的离开了 柳宪福却留下了曹金兰 说是要带他出去吃饭 曹金兰犹豫了一下 但想到柳宪福平日里的照顾 最终还是答应了 他们来到了县城一家豪华饭店 曹金兰第一次进入这么高档的包间 心中是忐忑不安 更让他脸红耳赤的是 柳宪福还送给他一件吊袋连衣裙 曹金兰推辞着不要 这种款式的衣服对他来说太过前卫了 穿出去一定会被人笑话的 但柳宪福坚持要他收下来 他说 你这个身材就适合这种衣服 那才显得出你的美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曹金兰最终是红着脸 收下了这件连衣裙 在柳宪福送他回家的路上 曹金兰的心中是五味杂陈的 想到自己的丈夫和柳宪福年纪相仿 但生活境遇却是天壤之别 丈夫从未对他有过这样的关心和照顾 也从未送过他任何的礼物 想到这些 曹金兰的脸上是黯然失色 这个表情变化 没有逃过柳宪福的眼睛 他是个老谋深算的男人 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没有强迫曹金兰做任何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只是用他的关心和照顾 慢慢的侵蚀着曹金兰的心房 曹金兰怀揣着那件连衣裙回到了家 幸好丈夫还没有回来 他慌忙把连衣裙藏在了不常用的箱子里 那天晚上他的脑海中都交织着柳宪福和范红南的身影 他在比较着两个男人 思考着自己的生活 最终是失眠了 他知道自己的心开始泛起了涟漪 曹金兰觉得柳宪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 戴着一股不同于范红南的细腻与温柔 想不到的是 随后他还送给曹金兰耳环项链之类的礼物 让曹金兰感受到了久违的关心和呵护 曹金兰起初还推辞几次 但终究是抵挡不住那温柔的攻势 最后就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这些礼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曹金兰渐渐的沉迷于柳宪福的温柔之中 他们开始在县城的旅馆里游会 那里成了他们的秘密乐园 曹金兰在柳宪福的怀抱中 品味到了不同于丈夫的温柔与刺激 他迷恋于这种感觉 仿佛是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一样 但是现实又把曹金兰拉进了 与丈夫范宏兰的生活里 当两个女儿即将开学 学费却成了问题 这天曹金兰等范宏兰回家 想要商量学费的事情 可是范宏兰却是醉酒而归 对曹金兰的寻味是不屑一顾 那一夜他们的争吵声 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是格外的刺耳 曹金兰是心如死灰 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 已经是没有了什么地位 他收拾起衣服 赌气上了县城 住进了旅馆 刘宪福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立刻就赶到了旅馆 两人再次缠绵在一起 这次刘宪福向曹金兰许下了承诺 离婚吧 离开两个男人 我娶你 曹金兰相信了 他觉得自己终于是找到了真爱 他问刘宪福 我离婚了 你会娶我 你家里的那位怎么办呀 刘宪福不屑地说 那个黄脸婆 我早就讨厌他了 我也离婚 情人的保证 让曹金兰心里是甜蜜蜜的 自己终于要摆脱那个促鲁的丈夫 开始新的生活了 曹金兰和刘宪福在旅馆里住了有四天 四天后 曹金兰心中带着情人的保证 回到了自己家里 他原本以为有了情人的支持 他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 包括那个曾经让他心生恐惧的丈夫 范宏兰 可是当他踏进家门 面对范宏兰的质问和怒火时 他才发现 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特别是 当他说出不想过来 日子过不下去了之类的话 范宏兰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他一把扯住曹金兰的头发 将他摔倒在地 曹金兰的身体在地面上翻滚 他尝试着反抗 但在范宏兰的暴怒之下 他的反抗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范宏兰的拳头 驴点般地落在了曹金兰的身上 他的眼睛很快就肿了起来 半边脸也肿得老高 他在地上痛苦地挣扎 身上留下了一道道瘀痕 他太熟悉这个男人了 他知道 如果继续反抗 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范宏兰打累了 他喘着粗气 恶狠狠地警告曹金兰 如果你再敢提离婚 我就杀了你 把你丢到山沟里喂野狗去 曹金兰缩在床脚 他的身体在颤抖 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 他知道丈夫的脾气 属于是说到做到的 那一夜 曹金兰在惊恐中度过 他躺在床上 身上的疼痛让他无法入睡 他回想起和范宏兰的点点滴滴 那些曾经的甜蜜和温馨 如今都变成了他心中的痛 两天后 曹金兰在旅馆约见了刘献福 他向情人倾诉了自己的遭遇 刘献福一边安慰他 一边亲吻他身上的伤痕 他的温柔让曹金兰感到了一丝安慰 但同时他也知道 自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提到范宏兰不愿意离婚的事情 两人陷入了沉默 刘献福抽着烟 思考着对策 突然他狠狠的说 他不离婚 我们就干掉他吧 曹金兰被吓了一跳 他看着柳献福 眼中是充满了惊恐和犹豫 曹金兰是个胆小的女人 平日里连杀鸡都不敢 更不用说杀人了 可柳献福 他的情人 却是个胆大心细的男人 他渴望和曹金兰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不愿意再偷偷摸摸的 他们所谓的爱情 像是一朵在阴暗角落里绽放的野花 虽然美丽却是充满着危险 他们俩曾密谋过几次除掉范红南 可是每一次计划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流产了 比如开车撞死 容易被交警查出来 浇气油烧死 毁尸灭迹也不容易 或是找杀手更是风险重重 直到那个深秋的日子 曹金兰的丈夫 范红南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禁止妻子再去柳献福的果园里做工 情人间少了见面的机会 曹金兰的心是越来越冷 他明白 如果不除掉范红南 他永远也无法和柳献福在一起 一天 曹金兰偷偷的来到旅馆 和柳献福匆匆的优惠 柳献福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计划 用剧毒农药涂在内裤上 让人穿上后慢慢中毒死亡 曹金兰听后心中一惊 但又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更狠毒的计划 利用范红南喜欢喝酒的习惯 制造他酒精中毒的假象 回到家里的日子 曹金兰过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范红南的暴力阴影笼罩在他的身边 每一次的争吵和殴打 都让他心生绝望 可是面对这样的困境 他却迟迟的不敢动手 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恐惧 让他犹豫不决 2007年1月12号 一件小事再次引发了范红南的暴怒 他像是一头疯狂的野兽般 将曹金兰狠狠的打了一顿 曹金兰倒在地上 疼得几乎是无法呼吸 那一刻 他心中的怒火 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 昏噬着他的理智 两天后 曹金兰和刘宪福在旅馆会面 刘宪福的眼神充满了鼓励和催促 他的话语像是一把锋利的刀 割开了曹金兰心中的犹豫 情人的鼓励 让他心中的怒火更加的旺盛 然而 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要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刘宪福轻蔑的一笑 随后的话 让他心中的恐惧就平息了一些 15号上午 曹金兰在一家农资店 买了一瓶300毫升的贾安林 他的心跳如同雷鼓般的急促 双手颤抖着 将农药倒在丈夫的内裤上 那一刻 他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恐惧 愤怒 解脱 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是正确的 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晚上六十许 曹金兰烧好了洗澡的热水 他看着桌子上为丈夫准备的饭菜和白酒 心中涌起了一股复杂的情绪 他知道 这将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他殷勤地让范红兰先去洗澡 而范红兰则是因为挂念桌子上的酒 而匆匆洗完了澡出来 可是当他说闻到了冲凉房里的农药味时 曹金兰的心中一惊 他努力地保持镇定 编造了一个关于老鼠和农药的谎言 范红兰没有细咎 他已经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享受着桌子上的美酒佳肴了 范红兰没有想到的是 身上穿的贴身内裤上涂有剧毒 且毒性正在发散 渗入他的肌肤 这起乡村内裤涂农药的沙夫案 如同一块巨石投入瓶颈的湖面 激起了层层涟漪 范红兰的三个孩子及其母亲 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要求曹金兰的情夫柳献福 赔偿损失 法庭的审判还未当庭宣判 但无论结果如何 这个家庭已经是破碎不堪 再也无法完整了 在这个案子中 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 也看到了罪恶的代价和救赎的可能 曹金兰的行为虽然是令人心痛 但他的自首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内心的挣扎和觉醒 而范红兰的离世 则让我们反思了生命的脆弱和珍贵 或许这个案子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但他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在这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里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时刻警惕自己的内心 不要产生罪恶的念头